本节目内容既不构成任何投资意见或购买任何股票及金融产品的邀约 投资者不应指按本节目内容进行投资 爱情,知识,WeChat用最贴力的意见,跟大家以图论细胜值财富 WeChat, 节目主持人 秀哥, KC 平安夜,平安夜, 今天市市高没什么成交,半天市 今天还有这一集,有多少集呢 下星期两集而已, 也只是这一集, 这一节,WeChat就功成身退了 完滿結束 下星期你別在 等我又要做我唱讀的電影 等我會找一些行家上來聊天 上星期我們找過一些網友 找一些有炒過的經驗 找過一些自己讀書自己看東西 看完學完東西之後 學過美貞這件事 然後幾類朋友都上來 大家看看哪類似自己 看看有些錯的圖案 不要跟著圖案的意思 應該是那些心態 有些心態不是那麽正確的 要改的 如果你想未來的時候 還要在市場裏面打滾的話 希望賺點錢的話 那一定要改 然後又是拿回那句對白 要改啦 好了 怎樣看呢 先三節 接下來是淡靜的 其實成交我相信明天放假 下個星期都是靜點的 過年了 除了香港歐美也放假 歐美澳也放假 今天下午 雖然這集不是直播 錄影 不過現在都已經收到市 現在都3點多了 剛剛收到北京恐襲 北京三里團那裏 近Yurico外面 就說 有機會受到恐怖 Yurico 是否上次你剛才說 一男一女在更衣室教野那間 是呀 之前網上傳到更衣 後來好像說被拘捕了 是呀 為何要恐襲那裏呢 是否因為那裏 違法伊斯蘭的律法 要在那裏攻擊一些 這些不受性開放的中國男女 如果是的 中國很多地方都已經炸了 其實為何要炸北京 當然是炸東莞 因為這個房子 東莞那裏呢 北京政府已經炸了 那現在東莞也清一場 大家知道 好了 市第一件事 又是回顧一下 看看恆子 恆子就 升97點 其實就是升中收窄 高開了對市 其實由上次 上次我們提過說 有個島嶺在底裏之後 其實恆子真的 又是慢慢黏上去 是嗎 上個星期我們說過 我們學過裂口 跟著裂口之後 又出現過這塊島嶺 就是美國加完息之後 在港股就看地牢開了 開了高修 高修後第二天就出資 這些 我又有什麼名字 這些名字 我已經開始 這個好像 這個是不是 早晨之星 這個就不像 就是 inverted hammer 不要緊 好了 出了這兩塊 第三天才是最關鍵 我覺得 做了裂口 變成這個島 這個島出現過 在10月初的時候 我們都說過 這裏 簡直又是出過島嶺 上次這個位 即11月中的時候 當它跌下來的時候 亦出現過島嶺 又是一個反彈 今次這個島嶺出現之後 又是慢慢推下推下推下 高些又高些又高些 高些又高些又高些 高到現在這個位 好像 就是這個通道 如果我把這條南出線 我之前有條通道線 大家看到這條南出線 如果 將它拉長一點的話 好像這個通道 有一點點突破了 鄧老師 是啊 目測就是 目測就是 應該是這樣的 碰住 當然今天成交少 究竟 是不是真的突破了 我看要等星期一 星期一看看 如何走向 不過 有甚麼影響到港股 接下來我相信 都是美股和大陸 如果是這樣的話 又看看大陸的上陣指數 上陣指數 都是在上升通道裏面 但是它已經在通道底部 微微傾斥 這條線說了很久 大家都應該在意做人常見過 多次 但是它有通道底 反而沒有機會 它可能會跌穿 因為 3670點這個頂 其實已經是 戰咀這一堆 很多天都穿不過 其實應該差不多由 11月頭至現在 3670都很硬 都是阻礙得很厲害 它已經不是通道頂了 前天再整個射擊之星的小型 射擊之星我們用這幅圖給大家看 就會更清楚 這個我經常引用的就是A50 這個A50不是我們買過的A50 這個是新加坡的A50指數 這個指數有一個好處 我喜歡看這個多一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都是追蹤CSI300 這個大的指數 它另一個好處就是 去玩到晚上 凌晨兩點鐘 差不多大約一時 類似夜期 不過這個是日夜的大陸指數 其實在這個指數 我們發現到昨天一路上升 我說過趨勢 我不是說 上陣指數的指數 那個號碼 就是那個 368 37 但是我想讓大家看 那個樣子 那個形態 其實這一股升上來之後 上陣是硬正的港股 這個我們上星期也和大家說過 它其實也是做了一個雙底 做完那個雙底之後 是爆穿了曾經 在昨天最高上到11,128這個高位 但是是一碟一碟之後 急跌跟著反彈收雪 昨天其實在一個 浪頂到出現了一顆 真的是Sooting Star 就是一顆星 但是另外一點要留意 就是其實昨天的低階 也是11月9日過的低階 就是突然上陣那堆頂 也是出現不過的 好了 出現不過之後 今天就出了一支黑棍 意味著如果我們將兩條線 畫了頂和底 其實好像一條平衡 也不是好像 只是一條平衡通道 這條平衡通道 如果我們當 總之有沒有印象 我們如果假設它 在一個通道裡面 升升跌跌的 我們當它是一個上落士 上落士裡面我們用什麼工具 我們不會用Train Indicator 我們會用一些Oscillator 搖擺指數 如果我們放了一個Oscillator 下去我們會發現到 在Stochastic的工具裡面 昨天在這個浪頂出現了一個 Sell的Signal 而Sell的Signal 對上一次出現 就是在那個箭墊指著的 就是12月頭出現過一次 再對上一次 就是在11月的23日出現過 結果兩次出現之後 都插了東西進去 又插了東西進去 再對上一次出現的時候 就是在這個位置 也有一個小調整 所以今次有權相信 如果A50指數跌 意味著大陸股票 在技術上 是有機會下調 最起碼去到10天平均線 如果以A50指數計 是去到10,500或者至少跌400點 就是差不多跌4% 如果4%上跌4% 即大概跌8至2點左右 有機會 所以這個就頗值得留意一下 究竟你又沒入博士 第一 這一排是這樣 技術 純粹看技術 自從上個星期出過倒影之後 恆子應該要飄回高些 短期裏面 我很記得星期二 星期三上的星期三會又高 要夾高些 的確又夾高些 但是夾高 其實我除了恆子之外 我又拿回剛才那兩隻 恆子其實 剛才那條上升通道 亦到頂的通道頂 如果你常見3670又破不了 剛才我用A50個例子 看到出現一些 射擊指數 有射擊指數出現了 然後搖擺指數又相交了 那會不會你覺得下個星期低一點呢 其實港股去到現在的時刻 我覺得真是一個中美爭霸之地 是 何出此言 一邊我們見到 最少我 以前的立場都是一樣 美國經濟復衝 美股是會向好 我們也見到 美股跌了之後 是急速反彈 基本上 國際投資者對於美股 抱有幾大期望 低位再買費 一定是 大陸就不同 A股 我們見到每次去到高位 都是被人握住 對回來 而且在高位接貨的能力 比較上差 否則也不會趁這幾天反彈之後 去到高位3668以上 就被人沽回來 形成射擊指數 即是高位大陸股票是被人欺負的 所以 投資者對待美股的立場 和對待A股的立場是不同的 當然 兩地的投資者 雖然自己都會偏向自己的 國家的股票可能好 但很明顯他們的做法都是相反的 美國是慢慢低位再買 低位再買 大陸股票 雖然不能夠沽空 或者大陸沽空那些不神 低位也有少許麻本 但去到高位 都是有人出貨 即是大陸的股票市場 其實是很難再炒得起的 對港股的影響就是同一樣 當美股跌 大陸那邊升 它就升壓 美股升 大陸那邊又不升不跌 港股又會進一步反彈 到了下星期的加電 沒有的判跌 大陸的股票應該慢慢壓下去 而美股雖然有反彈能力 但由於假期 所以成交量應該不足夠進一步推高 所以美股可能在一個牛股狀態 看到力量的影響就是 可能港股會受大陸股票的影響 壓低一點 而壓低是否代表跌倒了 暫時還未見到 雖然我看淡 但中間波動未必那麼快出現 大跌勢未必出現 這個意味著之前這個調整 你又覺得差不多有機會要休息 或者說這裏講之餘 這個我覺得值得一提 港交所 港交所為何值得一提 上個星期的時候應該我們 港交所出現了頭肩頂 我的頸線還留在這裏 都未拆走它 那些圖我經常擺在這裏 因為這些大隻東西 跌穿頸線之後 預期跌多少呢 當時大約190元左右 我印象中是大約190元 我印象中是大約190元 這個價格的 為甚麼呢 因為純粹頭和頸線高度 一度出來 都沒有後抽 直插色 加完色那天就在190那裏起步 其實如果我們簡單的見到 箭水這個高度 跌遙頸線 由穿頸線跌下去 都算中了八成半 我意思是那個跌幅 八至九成 就是和那個目標 然後在這裏就開始搖上去 但搖上去之得來 我們見到都是被很多條大的平均線頂住了 那有沒有機會 好像你所說 會是這個反彈完之後 又再慢慢摸回來呢 那都是要等下個星期 至於其他信號就沒有甚麼特別 那我應該順帶一提 就是想說說這個 這個小頭肩的形態 就應該走完了 大家不要期望 在短期內就沒有形態字了 短期就沒有形態字了 另外呢 其他股票呢 有沒有些甚麼 比較 outstanding 有啊 我還記得上星期介紹了一頁業股 我們上星期一和前星期四 介紹過幾隻 做得不錯 那幾隻股票 我記得號碼 哪幾隻 1099 石藥 1093 1093很熟悉 哈哈 1093 1093 你有沒有遲口 不是我要申報 因為我做完這個 research之後 我真的買了 當然我叫大家買這個 大家不會推高不到股價 我站在一個分析員的立場 或者一個基金經理立場 我分析員 我當然買了 我先申報你 我應該買了藥業股 這個sector 那些石藥 我們應該吹的時候 上次應該大概是7.6 左右 這一堆我記得是 應該是你一堆 對 應該是7.6幾 那 石藥好像慢慢想走上去 那 Sochastic已經 KDC已經穿了 那有機會可能要走 另外一隻就是1053 好像 這隻 3D 好像是 3 3 3生就是約 1053 10 不是 我記得那個號碼嗎 3生就是約 另外一隻是 那隻叫甚麼 另外一隻是 六頁 三生和六頁 那三生應該 那個樣子就幾好看了 那個價位升到 他上十個零 十個幾 不好意思 讓我叫號碼出來 或者待會我們第二節 讓我叫號碼出來 因為坦白記不到那麼多號碼 另外就是 後來我星期一跟大家談過 那些 那些印刷傳媒 可以不可以 我們又講了一些 娛樂事業那些 例如阿里影業那些 那些一次過應該第二節回顧了 看看最近表現成怎樣 但是當然 若葉股我覺得是我們的主菜 剛剛又在Facebook 見到北京、韓州、廣州 哇糟糕 我還不知道南京那天紫色 哇這件事很厲害 所以呢 買定就有 買定就有 我講藥業股真的很有潛質 真的有些就是simple logic 你會不會另一種應該買的就是 做靈塔、安寧泉那些 那些都有 不過我還未跟 那些沒那麼快死字的 你放心 可能是殯儀業先 在大陸做的 在大陸做的只有一間 在香港上市 是的 香港做的就有幾間 記得好 我要再research 再講給大家 這個也好 這個探討一下 這個殯葬業 殯葬業 香港的幾間應該沒有什麼表現 哇我跟你說 殯葬業其實真的有料到 在大陸 那些殯儀館的生意好多 還有真的好像工廠的流水帶一樣 真的很恐怖 他的盈利狀況當然好過租樓 每一次搞鑊都花幾萬元 現在在大陸 當然要付屬一點 長期收 是滿的 即是不停的 都幾誇張 你又不用理那些什麼 交付費 那些 不用交租 我們應該回來 搞一搞 看看上次up那幾隻股票 然後第二、三節 可以做個review 看看明年從技術層面 如何看金股會 好嗎 那休息一會